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桃老师一般是你是在电影下线之后开始放谈导演 马后炮嘛 著名的马后炮节目 这样第一可以防剧透 第二咱们就比较客观 但是说实在话 我看了师傅这个电影 我就表达我自己观点 我真希望是在上映之前 你来做这个节目 这样的电影我很希望宣传宣传 真的 就是这好看 好看 那下一部这个剑士就可以上了 因为马上又要上新电影了 监视柳白眼 而且你作为这个小男孩来说 哎呀 怎么能不喜欢功夫 而且呢 他这个功夫 这个师傅里头 廖凡现在要是跟流氓打架 两三个人是他对手吗 我是如果他坚持练 应该可以保护我们剧组 保护你们剧组 这么厉害 而且这次我原来对徐老师 你一直让我有神秘感 我觉得你是特别懂武行的文人 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好几件事 我一看这个师傅 我就明白一代宗师里有一些台词 传颂很广的台词 是出自于他 跟他一个路子的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就比如说他师傅犯的事 这女人说了 我担着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动作指导 我就一直想请教你 你是身上有功夫 懂武术的原理 因为在中国武术 它专门有一种叫打法 因为你平时练的功力很大 你发劲能发的很猛 但是武术的前提跟拳击不一样 拳击就是对付一个人 有限的时间 武术的前提不知道要对付多少人 然后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时候武术的打法 它前提第一个就是以尽量不使力气 作为它的武术的原理 所以这样你怎么能够利用自己身体的杠杆 以身形来代替发力 这个就是武术的打法 不使力气能打人吗 按摩都得使劲 不使力气 因为我们这代人是上小学的时候 受中美建交影响非常深 中美建交有一个经典的画面 就是当时毛主席眼睛也不行了 身体极其弱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大高棍过来 然后毛主席一握手 他这握着手 他其实是拽不动的 但是他把另外一只手拿到上面来 这样你胳膊上面有我两个点了 这时候我也拽不动你 但是这时候他把自己的重心 从前边一下挪到后腿上 然后一下就把这个大高棍就给拽过来 然后这个大高棍 因为这个是我们是上小学的时候 一直看这段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所有的农活 他其实都是善用杠杆 你要不然就是我们到 我们 初中的时候啊 还有还保留着这个 下乡采风的制度 对 我们去看那些农民干 干农活 都是都是老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头 一干干一干一个下午 然后呢 活很繁重 他如果不懂得省力的技巧 他是没有办法干农活 哎呦 这个解释听懂了 你只要挑过扁单 我到现在就是琢磨不会 就我们小时候下乡劳动 你就是他这个劲 你得优对了那个劲 是吧 徐老师是不是练过轻功 因为我一直听你 有一个学生说过 这体重不太想练轻功的 说走的路的是 因为我一直 其实应该不少人都传说 徐老师从五层楼上跳下来 你传到你这五层楼 我听到的是二两层楼 两层楼跳下来 说他上次在北京电视学院上上课 说他老师突然从窗户就跳楼了 你什么情况 这个人的比武 这是一个传奇吧 因为这个艺术院校呢 总要是 选中我呢 那这是 就是我被学校做出的贡献 要不就不是艺术院校 因为他是 真没跳过呀 他这不可能嘛 因为我毕竟 而且轻功呢 是以前习武的人啊 他是什么人练轻功呢 就是飞贼练轻功 燕子李三 这个 就是 当然你看这个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 老炮里边 他呢 就是为什么一开始 他会 就是老炮 他会盯着一个小偷 那个叫佛爷 就是等于 那个丸主老炮 他们是管佛爷的 对 但是在清朝和民国呢 这个习武的人是管飞贼的 所以在当时在北京城的 这个几代飞贼啊 就是康小八一代 然后燕子李三一代 那个都是归这个 上云祥门下管的 哦 所以呢 这个习武的人呢 他就是 你一旦练这个 这个 按现在类似于跑酷的 这个体门的 这个师傅是不高兴的 就是你学的是飞贼的 跑酷这种也有点轻功的性质 是啊 我听说现在的中南海保镖里边有 能直接能穿到中南海的房子上去的 说也是武林孩的 但可能这点瞎传的 哎 潘老师您也看了这个师傅 您也发表一下影评 影评 我那时候没写 但是我特别喜欢师傅这个 因为之前那个 倭寇的踪迹是没看 昨晚上补的啊 临时补的 但是 见识柳白元 这都是一天的课评 书是看过的 师傅那个我是觉得 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比较商业片一点 但它毕竟是一个是很真实的武术片 有人叫武侠或者叫功夫片 我经常会觉得这更像一个武术片 刚才跟这个老师讲 我们就聊起了武林志有一个电影 就是我小时候十来岁的时候看的 对 我也看过 东方旭 何大海 对 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武林的脉络 辈分 社会关系 和打法 就是一朝一室的 你就会知道是哪个门派的 嗯 但我看师傅的时候 我说 那这个 这个源流是很像的 它跟武侠片 跟那个成龙的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点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我们老师的片子是 它的重点 我觉得不在于说你功夫的招式上 实际上是社会的变迁 阶层的变迁 和武术文化的一种变化 这东西可能志愿者会比较喜欢 我看见这个徐老师讲 他说他这电影是武行电影 有跟对应于这个武侠来说 可是我还是对你刚才说 这个打法比较感兴趣 这个打法和这个套路 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个 因为武术呢 它这个练法 跟这个打法呢 是不同的 它要分开的 所以如果一个师傅呢 就是你能够行走江湖呢 这个必须得教打法 打法有的时候 它跟你的练功的方法是 那个诠释是完全相反的 怎么叫相反呢 你看比方说像 在行翼这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我为了练出来 我一下能发出很大的力量 然后我的劲呢 是要从后脚跟起 我一层一层推到手上 这是你练功的方法 你的整个身体结构 那个通过这个方法 也变好了 但是 对 所以呢 这打法呢 就是说 我一开始 我不是从脚跟这 我是这个 手指头就是 稍结 先敏感 就是说 我的这个手 先去了 去完之后 我拿整个身体的体重 去追着这个手 这是练法和打法相反 不过咱们现在可以看一段 这师傅里边 我主要是觉得 别开生面 就以前没见过这么一种 徐老师的是实战性的武术 咱们看的都是套路型 套路型可能是见过以后 才经常玩的那些 表演赛那种东西 舞蹈的玩术 对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 有泄斗的性质 你可以看看 哎呦 你看看着很过瘾 就是不像我们平时 看到的中国武术 对 但是为什么要用家伙事呢 但是咱近两年看见的 很多都是动拳头的 这个而且这种刀 是真的兵器 还是你发明的 不是真的 它是 过去咱们的匕首 就这么宽吗 对 因为它就是 它这个这么宽的匕首 它是为了应付复杂的情况 我可以接那个长兵器 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匕首宽的话 这个长兵器过来 重兵器过来 我这个两个东西 我一搭在这个上边 我有两个点 就是两点可以控制一条线 然后我就转了 你瞧 掰不说 几个点 要不说毛主席都懂 毛主席 这次这个许老师来 我发现跟上次枪枪的时候 发型都不一样 确实有点随了 毛主席 你们给我输的 咱们先取点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就这次特别亮 亮眼的就是这种刀 我以前就没见过这个样子的刀 就跟这许老师刚才说是 当年三元礼抗英都用过这种刀 是 因为他的那个三元礼抗英啊 黄港起义的纪念馆啊 里边都都有这种刀型 他是由这个清末的水冰刀啊 这个到了民间演变而来 他是这个 他这种兵器呢 跟这个闸刀镰刀一样 是这个农民 这个启示的主要的兵器 他有什么优势呢 他这么宽啊 他这么宽呢 他就是 呃 他是可以迎击这个长兵器 跟重兵器 啊 就是说这长兵器 重兵器来呢 我拿一个单兵器 我一个点 我我就转不开 我就可以把这兵器转开了 如果三元礼的话 可能还能挡子弹 挡脸 子弹挡不了 他呢是 呃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步兵啊 就是上刺刀呢 就是他为了为了打乱了 呃 因为有好多还有自己的人 就是他不会存在这个 拼刺刀的时候 我一边拼刺刀一边开枪啊 所以他我 我但凡拼刺刀就不会开枪了 免得把这个 把这个铜鸟弄伤 然后这三元礼抗英呢 是他是利用这个特殊的地形啊 就是说当时下下雨 然后一片这个复杂的地形 然后农民突然出现 直接冲到那个 呃 英兵的队伍里边去了啊 就没法开枪了 他说他没有一个距离的缓冲 这个徐老师脑子里啊 我看有一个民国那个年代 或者清末民初那个时候的一个武林的 或者武航的这么一个世界 我看一些影评啊 他他为什么说他这个武航 电影啊 过去咱们中国讲的是武侠 对吧 什么千古文人侠可梦 这是武侠 但是这电影 他最让你特别有个实感的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行当 小的说就是混口饭吃 大的说扬名立味 是吧 哎 就混的就是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觉得徐老师给这个叫武侠电影啊 我可以讲 别开了一个洞天 因为很多评论都说武侠电影已经走到死路了 嗯 已经从徐克到飞来飞去电闪雷鸣 就没法再拍了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什么东方不败 六指秦魔那种的 对 把船给炸了 什么你有科学 我有神功 就那种台词都出来了 到后来李安就出那个卧虎藏龙呢 实际上有点就像晚歌一样的很美 但实际上大家就觉得武侠片没法拍了 嗯 所以才有这种沙破狼和叶问这种说全权到肉的 复古式的武侠片 哎 那到了我们徐老师这儿 我觉得他 讲社会关系啊 或者说现实主义的弄法啊 根植在中国大陆的武林土壤里边的 比较广阔的一个路子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是真的吗 是 这是真的 因为当时呢在清末的时候啊 就是中国 北京天津的这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呢 产生了两个新的阶层 一个呢是这个警察制度 对 这个以前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武行 哎 这俩都是袁世凯 对 都是袁世凯 因为警察是袁世凯发明的 在这儿引进的 引进的 那那武林 就是武术家也是袁世凯 也是一样的 当时直接负责这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 就是冯国章 他推出向上界呢 到武行来了 他其实是武行老 地位很尊重 有备份的是吗 有备份 因为第一届的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会长 就是冯国章 对 当时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好多书生啊 把中华民族激弱的原因呢 就是归结为我们就是什么东亚病夫啊什么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兴武术嘛 就是霍元甲啊 包括你说这个中华武士会 而且你会看到他跟王家卫这电影啊 接通了一个源流 从这一代宗师里就谈到这个中华武士会 甚至当年有北方的武术家到广东去 对吧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从一代宗师到这个师傅啊 为什么你们对永春拳 这么情有独钟呢 老拿永春说事呢 因为好奇吧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呢 是永春是我就是研究的第一个南方的拳 第二个呢 就是他跟男拳呢 就比方说他跟红拳 或者跟南方的这个 像黑虎拳啊 有白鹤啊 有什么区别的话呢 是因为我考证的结果呢 觉得永春呢 是当年这个训练刺客的一种拳法 所以呢 他追求的呢 就是说 你怎样的 我当时训练刺客呢 必须是体弱之人 女人 未成年的男的小孩 不引人注意 不引人注意 S S 对吧 他自己本身的体能不强 甚至于是故意让自己的体能很弱 我使不出来什么劲 但是我用一种特殊的打法 我可以取胜 所以这个呢 就 就 就让我很好奇 这就是有一个 咱们一直在争论的 就是说这个武民们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你像我听一些 个别的吧 武术运动员 他们就曾经说 就说不信这个鞋 就是说 比如说 说有件事 你这个泰森 好比说 一拳出现 你这体重 你这体重比人差一半 你打着到人家 和他这什么效果 就往往他们就会说 就说 你说的很多体弱之人 一个瘦小的人 你跟这么一个大块头 你去打 你凭打法 你能把他打倒 他这里边呢 就是有 有方法 一个呢 就是 泰森很厉害 但是呢 如果我 我呢 泰森是拳头 我手里边 这个案 武术奖 叫雷子 我手里 扔完一把刀 那不是暗算吗 暗器 因为他就是 所以他短刀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中国古人啊 就是南北方都一样 就是他等于 也研究 你看包括泰森呢 他在 打拳击比赛的时候 他一下碰见 生猛小伙子 在他的后期 他打不了了 就是泰森呢 也会使用方法 泰森呢 北方的 隔壁别注 这样呢 我可以缓 缓几口气 所以他其实 有方法 你看像 像北方的八卦掌呢 和南方的勇春拳呢 有一个 交手的原理 这是他最基本的 他叫 两手管一手 就是 怎么叫 怎么叫 两手管一手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呃 你的这个 你的拳头很厉害 对 但是我 我通过抓住你的 一个手指头 啊 或者通过这个 引你这条胳膊 我一下让你这个 两只手变成交叉了 你 你的手一变成交叉呢 就 就 就使不出来劲了 哦 怪不得 冯小刚也绝手指头 绝手指头 然后就是 你的力量很大 但是你两个胳膊 叠在一起 然后我用一只手呢 这只手按着你 另外一只手 我就可以空出来打你 啊 然后还有呢 就呃 就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就比方说 我呃 这个 你拿这个拳头打我 但是我整个人呢 我用两只手 我我拳 就是两两点管一线 我管住了你这条胳膊 我的人站在你的 这个胳膊的外边 然后因为角度不同 这只手你就打不过来了 啊 对 他就总结的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过一些个 你比如说我看一些日本 一些这个和气道 或者柔道大师 跟弟子们对练哈 哎 我也有一个问题 你像我们当主持人的 就讲究个急性反应 嗯 对 就是咱要是说说好了 都挺巧的 对吧 可是在这种对战当中啊 完全不可预测 您反应的过来吗 你站到一个有力的位置上 所以这个呢 就是有句话叫全怕哨壮 全怕哨壮呢 是 这是 哎 但是另外有一个叫 棍怕老狼 棍怕老狼 你四处大了 力量和反应都不行了 哎 但是 棍子呢 经验深 就是他冲你打过来 我这棍子一溜 有一个最大的面覆盖上了 我就可以弥补我的反应的不足 哎呦 这什么事都有方法 对对对 这老话他有意思了 就是 刚才您说的那个 我刚才聊的一个 一直 有一个 不是我刚才说武林志啊 就是里面有东方旭 有一个把一个砖给撮裂了 然后一直在想这个事 这徐老师说呢 是他的二老爷的师父干的 就是在电影里边 和真实里边这种故事的对应 就是他有那么高的功夫吗 因为 比如我们看武林峰 和2015年有一个什么 十几个门派的掌门人 比武大会 我看的时候 给我乐死了 就是全部就是cosplay那种衣服啊 就是 就觉得很丢人的那种打法 那 我第一次说 他是不是已经失传了 就是功夫最好的时代 已经是不是给七根铲掉了 这个呢 其实就是 就是被这个 日本人和苏联人给学走了 日本苏联学 苏联学走了 就是说 呃 因为 因为当时呢 就是 日本的那个机构啊 它是 它叫日本特务机构 叫文化采风 就是说我拿着这个特务机关 给的钱 然后到北京呢 就是 全国各地文化采风 那个都有报告的 然后日本方面有记录 然后中国这边也有记录 啊 就是说他不单是武术家 就是你武功怎么样 我跟你比武啊 然后包括那个交行的人都 交行是 就是 摔跤 摔跤 摔跤的行 就是交行的人 我都去采风 就从了现在的柔道了 所以呢 在北京这呢 就是 不是 柔道是另外一个传承 就是他们是学这个 摔跤 摔跤的 然后这个 呃 这个呢 当时在50年代的时候 这个呃 因为你要汇报自己的 这个历史的经历 就是这些东西 中日双方都有记录 啊 然后因为交行的人呢 呃 比较普实 啊 这武术的人呢 他接触江湖 然后呢 复杂一点啊 所以也有一些 武术行家就把这个 就隐瞒下来 哎呀 就是隐瞒下来 到80年代呢 这个呃 等于日本人就返回来了 就说您交给我的 我在日本传了三四代了 啊 然后一一翻过来 还按照中国的古理 然后带着图村呢 就向他 就就集体跪下 啊 然后这个 把这个老先生呢 吓得够呛 说我这当年隐瞒下了 这个事情 哎 这就像是日本 向中华民族偷师的 一个隐喻 保持着中华的文明香火 哎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那讲的江湖啊 我就说对师傅这个电影啊 我觉得你看老炮 现在都在讲讲规矩 是吧 说老辈人有情意 可我觉得师傅这个电影啊 他有更阴更黑的这一面 就是他基于意识就规矩 比方说 你看哎 这天井人这个心思 这个算计啊 就是说永春的到这儿要阳明 要开武馆 但是你到我天津那儿开武馆呢 你得打我八家 踢我八家馆 而且呢 你不能是师傅打 你得交出个徒弟打 交出徒弟打 我怎么你看 就是个面 你看老辈子人活的 就是说我这个 你你踢了八家武馆啊 我得找出个最高手 把你这徒弟灭了 逐出天津 然后你师傅呢 获得开武馆的资格 哎呦 这个里边这个人心 有一种师傅出卖了徒弟 对 咱们现在先坑爹 他们那时候坑徒弟 我看电影一直有这个 有这个觉得 就不太厚道 你你你你怎么看这种规矩 和这种心机 呃 呃 这个东西它肯定有不好的 但是它首先一个前提呢 就是保证在座的呃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有面子 对 这是第一保证 第二保证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航档呢 可以体面的维持下去 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因为你你做的 毕竟要是做的一个立足的事情 啊 你立足的事情 你不能以这个杀人伤己的方式 你你你你办事 这个其实就是老辈人总结出来的 一个最小的代价 啊 就是它跟这个当代的这个 呃 这个 国内国外的这个 呃 这个黑暗的 就是伪 就是类似于这个 这个政治化的这种 嗯 这种东西 它已经要好很多了 这个就特别让人联想 你比如今天这个时代 你要是一个年轻人 哎 老人们都有了位子了 但是你要打进了战一席之地 你该怎么进入这个游戏 甚至包括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都有老大了 但是新兴的创业者 怎么把你给听下去 有了自己的位子 这都挺让人思考 现在不讲究敬老 或者尊老的 没有了 我觉得那时候会有这种 礼教名教 孝道传统 以及年轻人为老人服务的传统 中国的这个古代朝廷里边 是老人地位高 就说中国的老人很幸福 外国的老人很悲惨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需要是刚才说的 我们面上的这些老人 我们不打 年轻人去打 哎 这样的话好舒适 好控制场面 我们去喝茶 这你看中国这老边 大家的面都得成全 对对对 但是这种体面 后头又很老辣 有一种黛雅的一种 阴阴的东西 我老觉得 武林实际上是深不可测 嗯 他呢 全是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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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宣伤的 这种体面